在下一个好玩游戏出之前 我还是先睡会儿吧 公主 我找到救你的方法了 谁 It's me 马里欧 Mario Mario Let's go 2023必玩的25大游戏 2023年一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大惊喜 霍格沃斯之一竟然非常好玩 哈利波特构建的魔法世界本身就非常迷人 哈迷们最关心的上课学魔法 灰魔杖战斗 其扫帚 包括各种彩蛋 游戏里都还原的很好 而且让我感到惊喜的是 游戏用很多原创的小细节 去补完了这个世界 种菜 养神奇动物 装修有求必应屋 偷玩禁书偷药材 活动多的忙不过来 虽然听起来还是麻瓜游戏的套路 但还是有很多魔法味的细节 在霍格沃斯 要解谜 那也不是人去找钥匙开锁 而是钥匙主动带着人去开柜子的 作为一个游戏 霍格沃斯的咒语战斗和解谜 比电影两个光柱对播有趣多了 要考虑连招 属性和环境道具 解谜也是 经常需要我小小思考一下 我该念哪个咒语 AQ 这个logo虽然是我批的 但这可是个真的游戏 你英国巫师的阿瓦达啃大瓜 能有我美国巫师M16厉害 光听名字我就想玩 而且实际看起来也不错 是一个四人连击的生存沙盒游戏 画风和玩法都很像饥荒 就是冒险采集建造战斗那套 很适合和朋友一起连击玩 任天堂这次直面会前半城 我都是半睡半醒的 但直到这个黑屏 GBA模拟器来了 而且还是缩小帽打头阵 我知道很多塞尔达系列的玩家 都有一个共通的感觉 你人生第一个通关的塞尔达游戏 即使你知道 它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塞尔达 但绝对是你最喜欢的塞尔达 对大部分人来说 这个游戏是旷野之息 但对不少人来说 这个游戏是塞尔达传说 缩小帽的盗版汉化卡带 林克头上这顶碧绿的 会说话的魔法帽子 听着莫名耳熟 让林克可以钻进 狭小的缝隙和洞穴 围绕这点 游戏有好多有趣的场景和谜题 我记得有一个机器人boss 你需要在正常尺寸的时候把它激晕 然后缩小进去它的内部破坏它 如果能玩进去 你会感觉一个色彩艳丽的童话世界 在手里翻折展开 不会失望的 GBA模拟器目前只有四个游戏 但是后面还会继续增加 火焰文章 卡比 黄金太阳 紧接着GBA模拟器 任天堂就又扔了一个炸弹 密特罗德终极复刻版 我一直以来捣鼓模拟器 有一半原因是因为风之障 还有一半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游戏 虽然表面上看这是个FPS游戏 但其实玩起来完全不像突突突 而是一个血痛纯正的银河城游戏 比起瞄准 我们要做的更多是 移动 跳跃 在纵横交错的巨大地图里解锁能力 寻找秘密和探险 而射击的部分 几乎一半的瞄准 都由游戏里可以牢牢卸在敌人身上的锁定解决了 复刻版也不是简单提升分辨率的移植 更新了很多贴图 换了更现代的操作方式 还有中文 如果你喜欢密特罗德生存恐惧 不妨一试 话说回来 密特罗德终极4去哪里了 说起来今年可是复刻和重制的大年 好多都是我以前错过 但一直很想试一试的游戏 比如高级战争1加2 原本是GBA上一个策略战棋游戏 是统一开发者笔下火焰文章的姐妹游戏 在所有GBA游戏里 高级战争也能排进历史评分前十 还有幽灵轨迹 据说是逆转裁判系列的制作人 巧舟的得意之作 是一个化身幽灵的解谜游戏 首次中文终于可以好好玩一下了 FF7 Rebirth就是重制版的第二部 紧接着时间线被改写的FF7 现在完全不知道野村折野要干嘛 难道星座可以见到扎克斯吗 不管剧情往哪开 玩法肯定没问题 前作结合指令和动作的战斗系统非常好玩 希望星座包含的内容可以多一点 生化危机4的话就比较简单直接 和死亡空间一样是换引擎的画质提升 其实我觉得之前的VR版 才是生化危机4的终极形态 一眼都不吓人 快去玩玩看 吓得我一跳了 贝尤尼塔起源 动不动就全裸的贝尤尼塔系列新作 贝尤尼塔起源 竟然是一个画风非常童话 看起来非常家庭友好的动作冒险解谜游戏 这次我们扮演叫瑟雷莎的童年贝姐 和她的第一个恶魔小柴猫 在一个神秘的森林里冒险 整个游戏不论是画面还是关卡 看起来都像在一本童话故事书里 而且和一般控制两个角色解谜的游戏不一样 贝尤尼塔起源是同时控制两个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这技能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左手画人右手画方案 接下来这三个游戏 我得换种画风说 因为我觉得它们都可以概括成一类 都是经典日式RPG的现代转生 奇路旅人2是FF6 星之海是超时空之轮 白英雄传是幻想水浒传 果然游戏的审美也和时尚一样 也是一个圆 像素风的JRPG 十年前想找一个都难 现在一口气出来这么多 而且每一个都画面绝美 名家作曲 奇路旅人继续引领着复古游戏审美的风向 二代的光影更有纵身和氛围感 战斗的演出还增加了动态镜头 星之海则展示了一个地貌种类 无比丰富的世界 每一种都有强烈的风格 不需要一句台词 就能调动起我冒险的冲动 而《百英雄传》 想撰写100个角色的庞大英雄史诗 而且它的战斗演出 太帅了 我当时看完这个 就立刻参与众筹 成为了46307个冤大头中的其中一员 因为不只需要每个角色 都有8000字的背景故事 每剧一样的游戏 这种幻想的世界 夸张的对白 和拯救世界的冒险 就像瓶子里的模型船一样 有种像手工艺品一样的独特魅力 我们刺客信条的口碑和销量 都遭遇了一点点危机 年年爱沙跑酷 难免省美疲劳 希望你有办法可以解决 我有一技 改作RPG 但还叫刺客信条 我们的销量和口碑似乎又遇到危机了 年年RPG 难免省美疲劳 希望你有办法可以包在我身上 刺客信条幻境 全方位回归刺客本源 将描绘一名刺客 在巴格达成长的故事 这部重回原点 在前行 跑酷和暗杀等动作玩法方面 实现全面进化 今年预避还有一个 阿凡达 潘多拉边境 目前没有实际演示放出 只听说是开放世界第一人称动作冒险游戏 从预告片里主角手指的数量看 我们扮演的不是阿凡达 而是纳美人 以玉璧的习性 我赌20块 会是一个孤岛惊魂的换皮 希望我是错的 这个世界看着还是挺有意思的 耶 我有皮克敏可以玩啦 皮克敏系列在国内真是没什么人气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中文译名 太像皮肤要明了 不够可爱 快用皮克敏 其实皮克敏真的很独特 很好玩 这几个长得像人生一样的小生物 就叫皮克敏 一看就可以入药 大补 如果你小时候也观察过蚂蚁搬家 可能也会喜欢上这个指挥蚂蚁大军 去危机四伏的大自然里探险的 可爱及时策略游戏 作为任天堂旗下的第十几大IP 它完全继承了任天堂游戏 必备的冒险感快乐和可爱基因 如果说皮克敏3 还是被switch复活的 VU时代游戏 那这次全新的 新增了冰皮克敏 和两脚狗 两位新药的皮克敏4 可以说是老汤新熬功效更好 祝你好死 是一个类似哈迪斯和死亡细胞那样的 Rogelite横板动作游戏 你扮演死神公司的CEO 死神大人 只要坐在办公室里 吹出空调盖盖章 就可以宣告人类灵魂的死亡 听起来很强大是吧 但没想到你过劳死了 你以为你的员工都太卷了 收割了太多人类灵魂回来 盖章都盖不过来了 忍无可忍的你决定 举起镰刀 挥向自己的员工 亲自杀光公司里所有的卷 目前游戏已经可以抢先体验 武器有趣手感很棒 等正式发售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诶 马里奥 你怎么在这儿 多克比 这是我今年期待值拉满的一个游戏 因为我看了它的预告片八遍 愣是没看出来它到底是怎么玩的 一群很酷的小学生 在城市里玩耍 突然就变出柯南滑板了 突然滑板就变成滑翔伞了 接着出现了像宝可梦一样的小妖怪 然后就开始华丽战斗了 最后开始跳韩舞了 要素过多 最早说这个游戏是MMO 后来在推特上澄清是动作冒险 去年招聘又说是MMO 我估计开发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个什么游戏 我只能总结它为是一个K-POP游戏 因为主题歌真的挺好听的 星球大战 绝地幸存者 是一个星球大战背景的动作冒险游戏 战斗的部分比较魂like 但没有那么难 其实吧整个游戏并没有什么石破天津的设计 剧情也有点老套 但架不住星球大战的宇宙本身就很有趣啊 扮演一个绝地武士 右手手持光剑 左手驱使原力 把射不中人的风暴兵举起来 从悬崖上扔下去 太帅了 前作《陨落的武士团》是我最喜欢的星球大战游戏 是XGP免费玩的 这次肯定要首发套钱了 漫威《蜘蛛侠2》 之前的蜘蛛侠 蜘蛛侠、麦尔斯、莫拉雷斯都非常成功 画面漂亮任务不难 剧情fly 还有最有魅力的超级英雄蜘蛛侠 Isomniac是懂爆米花游戏的 漫威是懂超级英雄的 这次的《蜘蛛侠2》不仅集结了Peter Parker 麦尔斯、莫拉雷斯 还加入了人气很高的毒液 不知道这次的三角剧情会走向何方 下一个游戏 暗黑破坏神4 我不知道暴选CEO脑袋是怎么想的 也不知道他的员工在经历着什么 更不知道我到底数字逃乱到哪里 才可以玩到这个游戏 但只要我一打开暗黑4的预告片 我就忍不住对这个游戏期待了起来 它看起来像能满足我们过去对暗黑的一切期待 黑暗、阴森、毫无保留的暴力和残酷 而且还结合了开放世界、多人的世界任务、随机地下城 这些现代设计 我现在只能祈祷暴雪 不要再捅出什么更糟的娄子了 接下来就是我选出的2023四大天王 第五名哈比斯2 在我们前作的主人公扎格列欧斯 干翻亲爸无数次之后 这次我们要扮演名副的公主 扎格列欧斯的妹妹莫利诺厄 要去干翻爸爸的爸爸来救爸爸 再下次可能就要干翻 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来救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莫利诺厄师从女巫学院院长女神赫卡特 操纵的武器比起扎格列欧斯 多了很多魔法玄幻的感觉 除了反派是十只泰坦 宙斯和哈迪斯的父亲克鲁诺斯 以及今年开始early access 其他还没有透露很多 Supergiant从来不做续作 这是第一次肯定有特别的内容 非常期待 第四名 星空 关于这个游戏的一切 看起来都太美好了 降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星球 加入探索者或者宇宙海盗 探索古代文明的神秘遗迹 建造外星基地 购买零件组装自己的宇宙飞船 1000个星球可以探索 听起来像个十年一遇的星际冒险 如果我没有听说过无人升空 或者星际公民的话 考虑到他有可能会用精致的手工地图 去换1000个平洁的星球 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担心的 不过我有一技 就是大力拥抱MOD社区 有什么BUG缺什么内容 玩家自己就给解决了 第三名 最终幻想16 它由最终幻想14的制作人 极天植树负责 至少肯定不会出现最终幻想15 那样的开发地域 结合种种迹象看 我感觉这个游戏就是要 make FF great again 首先最终幻想16 放弃了开放世界 这个决定太对了 不仅广阔的开放世界 要填满内容非常困难 而且在强序式游戏里 开放世界容易导致 老爸死了我要复国 和让我去钓个大鱼 同时进行 非常割裂 纯线性游戏也能让FF16 更容易控制叙事 有正常的发展和高潮 故事呢 这次用了很中世纪的背景 主人公是王子和小王子 身为召唤兽的 人助力 在被圣皇国突然入侵之后 开始复仇 设定非常古典 配合这次非常不错的英文配音 很对味儿 有点冰火的感觉 战斗变成彻头彻尾的动作RPG 看起来手感不错 而且可以变身召唤兽 怪兽大战怪兽 总之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精致 绝对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RPG 第二名 空洞骑士 丝之哥 听我说听我说 虽然这次直面会上 没有丝之哥的任何消息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丝之哥上次有消息 是去年6月XBOX发布会上播了片 而根据XBOX的说法 该发布会上所有出现的游戏 都会在接下来12个月玩到 所以微软你最好说话算话 如果今年6月我玩不到丝之哥 我就去西雅图拉横幅 第一名 赛尔达传说 王国之类 自己组装载举 把轮子装在木板上就变成了车 还有热气球 把风扇粘在铁板上就变成了飞毯 可以了任天堂 你知道就算你什么都不透露 我也会像期待 压岁前的小孩子一样 期待王国之类的 因为旷野之息 就是王国之类最好的宣传片 在我心中 赛尔达传说 旷野之息之后 最好的游戏后面 再也不用跟着之一这两个字 因为旷野之息实现了一种特殊的魔法 在游戏 这种由灵异构成 被人工设计规则和限制 牢牢匡住的世界里 旷野之息竟然让人感觉到 自由 好奇 兴奋 又平静 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 感觉到幸福的时刻 王国之类都要来了 我就再许个愿吧 求求你了任天堂 出个switch pro吧 都看到这里了 不如点赞 硬币 收藏